各位先有,欢迎观看三生三世枕上书,这些人都比凤九的辈分高出许多,帝君确值一牵他手,让他坐在自己身边,这最上手的位置,凤九本就如座针毡,更何况今早还被堵在了被窝里,白潭香气四慢,好好白雾缭绕, 如果不是连三殿下手中的扇子一摇一摆,真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幅画,众人一肚子的富匪,就是没人开这个口,凤九轻轻扯了下东华帝君的袖口,在帝君耳边请问道,帝君,他们突然来此,可是为何?帝君还未回答,刚刚下面还一副清高模样的众先要炸了锅,这一段时日帝君未来找本君下起,本君还担忧帝君是否思虑过重,连三意味深长地望了凤九一眼, 看来是本君多虑了,帝君日子过得不错,凤九正苦恼如何回应时,听帝君的声音在耳边冷冷响起,隐隐下棋总是赢,也失无趣,少晚见帝君将连三抢白的一时以色,见凤插针地问道,小狐狸,何时住进帝君请殿的? 凤九心想果真是果敢的少晚姑姑啊,能大听广众下这样问的,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人,东华帝君见着听了少晚话,握拳放在嘴边微笑的少晚,眉毛一挑,嘲笑回去,自然比你住进墨渊的寝殿要晚一些,少晚一下的话都被堵在口中,也让墨渊还未尽兴地微笑戛然而止。 他时分纳闷,到底什么样的情景,才能让东华帝君害羞一次,当然,并不是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种调侃的快乐里,比如白真,从站在帝君请殿门前,到如今坐在这大殿之上,他一直将满腹的抗议苦苦压制,小九这一路走来,将自己关在狐狸洞多少时日,偷偷抹了多少个夜晚的眼泪,清秋又因此成了多少悠悠众口的指点,他但不能看着东华帝君, 在如此将小九拉入好不容易排出的深渊,这段时日,承蒙东华帝君对小九的照顾,白真双手合抱,板板正正向东华帝君行礼,又看向凤九,小九出来时日也不短了,到底是清秋女君,也该说说心思,跟四叔回去了,凤九文言慌了神,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帝君的衣角,四叔,可是拒绝的话也是如梗在喉,说不出口, 毕竟在凤九的心里,清秋颜面是他十分在意的事情,你要将他带走,帝君嗓音中溜出的几个字,画在白潭香雾中,压平了躁动,不怒自威,让人不寒而栗,白真上神却不为所动,小九是白家人,当然要回清秋去,小九年纪小,免不了分不出轻重,认错了人,付错了情, 这三百多年来,他走过的路,白家人都看在眼里,不希望他重蹈覆辙,东华帝君听着这大不敬的话,冷静的眼神却闪出一丝歉意,本帝君一直没去清秋拜访,确实有诗礼数,如今大帝当前,也只能暂且劳烦上神给胡帝通禀一声,本帝君以认定凤九为帝后,杀了利拔错后,我自会去清秋提亲,今后这天上帝下,他只能跟我一人走, 二人心意虽焦然若揭,但仲仙真的从帝君的嘴巴里,听到这一番表白,还是大为震惊,能将求清一事说得像命令似的,恐怕无出其诱者,凤九却被这寥寥数言打湿的眼眶,东荒郡吉山小小些后惹起的这一番执着,终于掷地有声地砸入一个承诺,帝君望着寒泪的凤九,抬手捏了捏他的脸颊,嘴角微微瞧起,温柔地说道,不要再哭了,帝君的一言一行, 在众人心里一个个的扎开乐花,明明都是一番热闹的景象,却人人一脸冷静地聚着,连三殿下却不顾着这虚头巴脑的东西,开口笑道,看来以后不能随随便便出入这太成功了,有了你主人,是要顾这些礼数,来是可以,只是别用闯的, 东华帝君还是对少婉扰了他的期谋不能释怀,少婉本就与东华帝君交情甚好,对东华的各种言议也都习惯了,偏偏身旁着木头一样的墨渊,听着东华帝君当众人的面条款少婉,十分不悦,冷冷说了一句,闯了又如何,东华帝君何时忍受过别人的责问,自是不留情面,墨渊上神本是不见长,要管的闲事倒是多了不少, 此话若是说给了连颂,自然一个尴尬的笑也就过去了,在墨渊处,就成了一种让他换出法器的挑战,少婉和哲言对眼前的一幕太熟悉不过了,年少学一时他们来可是没少打架,两个人男人北折的个性,真是聚聚擦伙,随随便便的就因为一两个次打得不可开交,可是打完了,也不用什么调和,二人的关系便自动修复如初,所以别人见了这一幕紧张着,少婉和哲言, 倒是一副,又来了,的表情,罢了罢了,何时开始谈正事,自己人潮有什么意思,少婉就像在安抚两个小孩,随即换了一副表情,看向凤九,小狐狸,想不想看看你这夫君,心里在想什么,凤九本就好奇帝君何故,召集了这么多人来避海苍林,此刻听少婉说道,正是,心里便有些疑惑,猜想是否秦翠山出了事,还没有想明白,突然倒是一副,又来了,得表情,罢了罢了,何时开始谈正事,自己人潮有什么意思,少婉就像在安抚两个小孩,随即换了一副表情 突然听到少婉的问话,有些猛,便回道,如何看,少婉听后脚下一笑,掐了一个绝,入了东华帝君的心境,随着东华帝君全然接纳了凤九,并做好了凤九随其入幻境的准备,但是私心还是偷偷连袭这幻境之术,抱着一丝希望,万一这术法金占了,或许可以将真心藏一藏,也少了自己与凤九的许多麻烦,于是,帝君也就不设防的,让少婉叹了心境,看看这一副。 这些日的研修有何进展? 片刻,少婉的元神回了先生,众人好奇之时,只见少婉连连摇头叹气,东华帝君最看不惯他这故弄玄虚的样子,冷冷问道,如何? 地海苍林的寝宫里,有一只叫凤九的红色九尾狐,和很多只小狐狸,少婉又看了一眼不尽女色这许多年,一尽女色便无法自拔的东华帝君,叹了口气,东华,你没救了, 中间听了少婉的话,想象着帝君心境中的场景,好奇以好笑自是第一反应,但最终都免不了担忧,连东华帝君本人也不例外地平添几缕失落,毕竟,这意味着自己的执念将毫无保留地暴露,凤九也将置身险境,一片失忆中,只有一个人例外,那就是凤九。 听见东华帝君的心里是她,还有很多只小狐狸,并没有思前想后,便不管不顾地开心起来,急切地问少婉道,小狐狸,是什么样子的,也是红毛吗? 东华帝君看着凤九傻笑起来,惊讶于劫难面前,有坦然面对的勇气和胸怀的,竟是这个四万岁的小丫头,心中又对她多爱了几分,面上却一副着辈的样子。 不然呢,你还想生出什么颜色的?凤九突然想到,帝君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,若自己生出小狐狸,自是随着她这个当娘亲的茅塞,那还会有什么例外? 自己的问题确实有点蠢,但她又生出了新问题,便又确切地将头转向少婉,小声问道,有几只呢? 东华帝君将手抬上她的后颈,将她的头轻轻掰过来面向自己,笃定地说道,这件事,难道不是应该问我吗? 你想要几只,咱们这儿几只?凤九看着面不改色的东华帝君,满脸飞红,耳朵简直要冒出热气来,众人在这儿二人的暧昧氛围里,大获满足与如坐珍珍的心情此起彼伏,连颂看着对面坐着的两对,好了,今天就讲解到这里,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,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和小影一起讨论哦,赞同小影的话,可以点个赞,支持一下小影哦,我们下期见